听众朋友,今天请听《悼念王若水先生》专题节目第三集,也是最后一集,好气长存。 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于1月9号在波士顿病逝,终年75岁。 王若水先生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由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公开提倡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理论,于1983年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解除职务。 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元是中国妇女报记者,去年8月,她成为美国哈佛尼曼基金会研究员,研究工作为期一年。 王若水先生陪同太太从北京来到波士顿,她同时在波士顿治病,王若水先生罹患肺癌,当时已经扩散。 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海内外很多人士表达悼念追思之情。 原新观察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郑仲斌先生,现在住在北京,已经退休。 他是在36年前认识王若水先生的。 王若水先生去世两个小时以后,他的儿子王思彤给我打了电话,但是我一下子惊呆了,电话放下来以后,我就痛哭起来了。 他是我的良师义友,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带着未尽工作的遗憾而离开世界的。 请问您和他最后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他去美国之前,我到医院里看过他几次,他对生命是充满信心的。 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悲观的话。 我每次见到他,除了跟医生打交道以外,他都是服案在那里,看书啊,研究啊,写作啊,拼命要跟死神争这个时间。 你们见面谈话有些什么给您印象最深的话? 您和王若水先生认识有36年了,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对王若水先生的印象? 他是我在诸多知名学者中最敬重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他非常有思想,让我感受自身。 你跟他接触过程中,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纯粹,一点不会做作,他一点也不会来事儿,更不会趋言复事。 所以我最后写了一副对联,是为导念若水。 他的笔名叫王测,他的名字叫若水。 上年是时代之智慧,下年是人民的良心,横批是清澈若水。 听众朋友,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过我的采访。 当谈到八十年代初,他由于提倡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理论,而被解除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又在拥有三十九年共产党党领的时候被共产党除名。 面对这一切,王若水先生有这样一段内心告白。 我的最好的年华,是献给这么一个视野,我自己也是上当受骗,然后我又骗别人。 你做了一个官方的报纸,你做上这个职务,你不能够说自己的话,你必须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说对,何必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我自己的东西。 其实共产党就是讨厌知识分子这种独立性,要消灭知识分子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呢要有这种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原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于昊诚先生,在美国听到了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 于昊诚先生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中国人权理事。 王若水先生他的逝世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王若水先生是一个非常接触的理论家。 您认为他在理论方面主要有哪些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都在反思中共统治的历史教训了。 王若水先生,他当时是中央党发的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我当时呢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参加了全党的理论工作务续会。 他在那个会上呢就提出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呢,就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问题。 跟那个李鸿林他讲领袖与人民,还有袁家琪讲的关于取消,废除党和领导终身任职制的问题。 这些几篇文章当时是提到的震聋发聩的作用的,后来呢,他又帮助周扬呢,写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呢, 这一纪念马克思事是一百多年呢,在中央党下这个报告,后来就引起呢,胡乔木当时号称左王了,他的批判了。 所以后来王若水又写文章的这些批判,所以王若水呢,在这个理论界是有重大的贡献的。 从那个时候,也就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运动,也就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运动,整个个八十年代,后来到六四被加压以后到九十年代, 民主运动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呢,思想的研究,理由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在这当中呢,王若水是身犯重病的,但是呢,他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认识,确实有很多的创建,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若水呢,是非常文静,非常冷静的,很沉着的,很谦虚的一个人。 我自己从他的著作里面的学习到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不仅是我们师长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 说到王若水先生的世事,是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重大损失,很多人都有同感。 其中不仅有他的同代人,也有他的学生和晚辈。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先生,是1978年考进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他撰写的有关新闻自由的论文,是经王若水主持下的答辩委员会通过的。 王若水先生的得意门生孙旭培,虽然后来做了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最终还是因为倡导新闻自由,而被免职。 他现在是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听到恩师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孙旭培先生感叹说, 一位责任离开了我们,一位智慧者离开了我们。 他说,一位责任离开了我们,一位智慧者离开了我们。 他回忆起自己当年作为学生,受到王若水先生的关怀。 1978年,考案研究生考到北京,我还没认识,王若水的时候,他在讲课的时候就提到我了,要找我, 问哪节课不是跟我们讲的,跟另外一班的讲的课。 因为我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发了一篇提斯人邦,我认为斯人邦的问题是左的问题, 那篇文章里经过他时候发表的,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以后我们也经常讲话,我写这个毕业论文他指导过, 他是我毕业论文大变文会的主席。 我的毕业论文是论社会主义行为自由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那社会主义行为自由就是在他的支持下通过的那篇文章, 直到现在认为都是比较前卫的,可是他在那个时候,81年, 这20年前吧,就支持通过了这篇文章,这一点我是很感谢他的。 后来他有些理论讨论会也让我参加过, 后来我们也经常在人民日报,或者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大院子里面, 交换一些这些问题的看法,他给我的启发很多的。 王若水先生还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他的人品上? 他是一个很政治的学者,他能发现这里,也能够去重于这里, 他敢于坚持自己看法,他许多观点都是讲得很对的, 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 但是在当时就为人们是不能理解。 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思想的解放嘛, 所以人们对过去认为不能够接受的观点,现在都能接受了。 人们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回想最早那些观点是谁给提出来的, 可能就没有多少人去想他了。 王若水当年,我认为他在思想解放中间是起了不下作用的, 所以我一直是关心着他的情况。 王若水先生是在八十年代被免职, 您呢是在九十年代被免职, 对于你们师生的这种共同的命运,您是怎么看呢? 我知道,现在这些思想观念都是迟早要下去的, 我对我自己的下来,我早就做了准备了。 我当所长的时候连学系列都不愿意做, 我知道我还是得可能下来, 但我下来以后没有失落感。 我也知道未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思想必定会在我们国家肯定是为大众所能接受的, 在当时是不行。 我就很佩服王若水他那种严肃的知识节目。 现在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陈立丹先生, 二十年前的硕士论文答辩, 也是在王若水先生的主持下通过的。 自从他担任了我们答辩我们的主席以后, 我一向成为王老师。 后来呢,我就建议了有些文章上的互相交流。 在这种文章的互相交流过程中, 您对他的哪些观点印象最深? 你们主要是在哪些方面不一致? 王若水呢,我个人觉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域里边呢, 他属于老一代的人里边的比较开明的, 比较有独立建立的人。 但是呢,如果从新一代的眼光去看马克思主义呢, 我个人就觉得他有的地方还是有点保守。 您怎么看你们的这种不一致? 在国家观点可能一些年轻人见到我的观点也是够保守的。 社会就一步往前走, 否定之否定就是往前这么推的嘛。 王若水呢,已经走到了能够做到那个最尖端的那步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 但我认为为了他始终如一的一观点, 他可以说放弃了一切。 这一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敬佩, 因为在国内现在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研究什么, 而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是很困难能够做到这一点。 为人实在是非常敬佩。 在学术界各有各的不同看法完全正常。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现在是把这种正常的不同意见, 往往就变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打击或者是一种迫害, 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一种现象。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您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 您是什么心情,还想告诫什么? 总觉得走了一个好人, 而这个人那个特点是始终如一,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艰险, 而这种困难艰险可能是一般常人很难能够忍受的, 主要是精神上的打击和压力太大了, 但是他挺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这样的人现在是不太多, 特别在市场经济方面上, 过去是仅仅是一个政治信念, 现在又多了一个金钱又火, 所以这方面能够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最后一集, 好气长存。 1983年在中国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解除职务的,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先生, 1月9号在美国波士顿逝世, 中年75岁, 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 海内外很多人士表达悼念追思之情。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现在在美国的严嘉祺先生, 谭王若水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我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知识研究所, 在中国的新闻界, 理论界, 都会引起带他的广泛的悼念。 王若水实际上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新闻界中理论界, 社会科学界。 我刚到他的定位啊, 不能把他定位一个不同政见者或者是异见分子, 他是一个思想家, 他是一个理论家。 现在当王若水去世的时候, 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王若水外领导主义辩护这件事情。 王若水是一个能够坚持自己观点的设置思想家。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 现在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课作教授,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苏绍志先生, 评价王若水先生在理论上的贡献。 王若水最大的贡献是讲到社会主义的异化的问题。 他用很通俗的话说, 就是领导本来是人民的功夫, 但是领导反过来支配了人民, 变成人民的主人, 粗粗地说明社会主义异化的现象。 我是完全支持这个观点的。 马克思在讲到这个巴黎公社的时候, 特别强调, 要防止人民的功夫变成人民的主人。 奇怪的是, 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利平胡乡武, 他们就否认这个点, 所以人民功夫会变人民主人这些说法不好, 只会引起社会的不安。 而且我认为王若水讲的异化的问题, 是给社会主义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心路。 共产党里面的极左派, 也就实际上它已经变了, 从功夫变成种人了, 这些最害怕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 因为我们不能够有独立思考, 不能有独立人格, 也就不能够纠正党内这种错误路线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 有独立的人格, 有独立的思想。 那么这里面很出名的人物, 例如胡继伟, 人民日报总编辑, 几十年共产党员掌握这么理论的宣传, 那么他也认识了这一点。 温哥以后写了一幅文章, 题目很令人感动, 他说老时行, 醒时老, 从前老是跟着上面只会望转, 也没有醒悟, 那么等到醒悟了, 人已经老了。 但是不止胡继伟一个人, 例如余光源, 李锐, 此前的向南, 黎素, 年老的这些, 像我和王水水的中年的, 所以党内出现一期, 所谓党内的民主态, 强调自由思想, 强调独立人格, 这个出现我看是不是偶然的。 苏绍志先生在这里提到的胡继伟先生,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前社长兼总编辑。 1983年, 当王若水先生被解除副总编辑职务的时候, 胡继伟先生辞职, 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 现在在北京的86岁高龄的胡继伟先生和太太狄沙, 回忆他们和王若水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狄沙女士也是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 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任职。 最后一次是他去年大概是八九月去美国之前, 当时他病的情况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接合医院没办法了, 我们在家里给他搞了一个送行的宴会, 那时候他临时从医院出来。 胡继伟先生回忆他和王若水先生共同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那个时期, 一些难忘的往事。 老人家他没有当权以前他还是思想很坚定的, 但是他一当权以后他的思想就慢慢慢慢由变成保守了, 他就尽量的想办法本来是要破除毛主席的迷信, 但是他还是要尽量的维持毛主席的思想的领导地位, 那么人民日报就是要想在这个理论上推判毛刺东, 这一点是连邓小平都不赞成。 然后就是他有的时候邓老人家就把王若王农成王若水, 我当年跟他邓老人家都提过意见, 我说这个不是王若水的话, 这是王若王的话, 但是你知道这个邓是一个主观众议最厉害的, 只要他说出来的话都没有错的, 你不能纠正他的, 那么因此胡乔木他们就抓住这一点, 就一直争人民日报,争这个王若水。 当我快要结束采访的时候, 胡继伟先生说, 跟你说的这番话呀, 你都可以去广播就是了, 访问胡继伟, 这个我不怕, 我的话没有什么错, 我没有说什么虚假的东西。 胡继伟先生在前面谈到, 邓小平有时候将王若水和王若旺二位先生的名字弄混淆, 关于类似事情也有一些佐证, 现在在美国的著名作家刘斌燕先生, 有这样一段谈话, 讲的是1986年那次学潮期间发生的事情。 1986年12月31号学潮起来了, 已经决定了, 要把后院办法给抛弃掉了, 那么这次会上门呢, 邓小平就提出两个人的名字, 开始提出共产党人还不如非共产党人, 还不如党外的人, 太不像话了, 一个就是方立志, 关于王若旺, 当时就听到传说, 说是邓小平原来要说的, 要开除的第二个人不是王若旺, 是王若水, 可是他老了, 他也对这事也不是那么很清楚, 结果王若旺说成了王若旺, 于是就定下来, 因为王若旺确实也是他们严重病。 听众朋友, 我想您大概已经得知, 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王若旺先生, 于上个月19号在纽约病逝, 中年85岁, 王若旺和王若水先生的相继逝世, 引起很多人的感慨, 现在在哈佛大学修读博士学位的, 原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先生认为, 坚持去实现王若旺和王若水, 二位先生的理想, 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看到两位这样的比较敬重的前辈相继离开, 对我们来说真是感慨万千, 这个打击真是接二连三的, 这些老的前辈逐渐凋零的话, 一方面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理想来说是一种打击, 另一方面从反面来说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他们一生追求的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继承过来争取让他们在追求那些理想在中国能够更早地实现, 从我个人观点来说, 我觉得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一个是说把他们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贡献能够总结出来流传后事, 另一个就是说把他们坚持的理想能够继续下去, 争取在我们的手上能够完成, 那我想这两方面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怀念。 您刚才谈到总结和继承, 您认为最值得总结和继承的主要有哪些方面? 我想以后中国如果有一部新闻史来介绍中国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中国的新闻界如何一步步冲破这种言论控制和审查制度, 如果有这样一部历史的话, 王仁水先生一定会在这部历史中占很大的一个篇幅, 就是在八十年代初, 当王仁水先生和胡锦雅先生一起主掌人民日报的时候, 那么人民日报在推动思想解放上去了很大的作用, 它的这种影响一直遗传到八十年代末期, 当八十年学生一定爆发的时候, 也是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新闻记者最先冲出来来追求学生来坐上街头, 所以我想像王仁水先生为代表这批老的新闻工作者, 对新闻自由的追求的影响, 不仅影响了过去的历史, 我想对中国未来新闻自由的发展都是有冲击的, 其实今年王仁水先生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纪念他对新闻自由的这种不懈的追求, 我想这个对现在仍活跃在中国各个媒体的那些新闻记者来说, 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来重新反思, 来重新探索新闻自由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还有哪些您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从社会角色来讲的话, 王仁水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 其实中国能有今天的这种最少经济上一定的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这种像公民社会的演进的话, 是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不能分开的, 从这个角度讲, 像王先生, 像前不久去世的王仁望先生, 包括方立志先生, 卢比燕先生等等, 这些推动了思想解放的人对于中国历史进步都是有过贡献的, 所以就王仁水先生对社会贡献来说是历史会记录的, 王仁水先生的命运其实是这个时代一个缩影, 王仁水先生一生比较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 把人道主义提升成为一种更高的价值, 可是王仁水先生自己的一生就屡屡遭到政治迫害, 因为提债人道主义反而被中共开除党籍, 实际上是受到最不人道的待遇, 这正像其他一些这些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一辈子追求自由, 但是到晚间反而被剥夺自由, 我觉得所以王仁水先生一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 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学者郭罗基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想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世, 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都是自觉的去选择马克思主义, 满强热情为了救国报国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 但是没想到我们自己参与所建立的这个政权会反过来破坏我们自己。 我们受共产党破坏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国民党走文的破坏。 现在王仁水他们带着极大的遗憾去世了, 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在今天的中国没有能够实现, 觉得很痛心的。 在十几年前, 中国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受到过整肃的,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鸿林先生, 现在住在香港。 他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说, 王若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 给中国做理论工作的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王若水真是若水, 非常清澈见底, 他是典型的这种赤子之心, 胸无成腐, 真正是一个春节的人。 1987年, 王若水被共产党除名, 李鸿林先生当时写诗一首送给王若水。 真正是若水。 李鸿林先生特别解释最后一句说, 独居会员, 那么一个人能够给你当知底, 这个指的就是冯元, 冯元和王若水这个爱情也是大叔特殊的。 熟悉王若水夫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研究员陈立丹先生说, 冯元在我们学界和新闻界内部, 可以说是微妙非常高, 他们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在流传, 就冯元和王若水, 王若水所有也能够生命能延长这么长时间, 可能跟冯元的照顾和冯元经济上的力量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方面可以说成为我们一个佳话。 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元是中国妇女报记者, 她说目前她在美国从事的研究工作, 是尼曼基金会专门为新闻工作者提供的进修机会。 尼曼基金是一个大概在30年代就设立的一个主要是为提高新闻事业的水准而设立的这么一个基金, 它主要用在提高记者们, 新闻工作者们有一个进修的机会, 到哈佛来做一个学年的进修, 在这个进修期间可以选在哈佛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院和哈佛的学院里面来选自己有兴趣的领域, 进修一些课程来提高自己。 最近一些年每年选12位美国的Final, 选12位国际Final, 所以我很荣幸得到了2001到2002这个学年的机会。 在生命的最后一程, 支持和陪同逢源来参加这一学习, 其中包含着老新闻工作者王若水先生的多少期待, 谁又能用语言来说尽呢? 我特别感谢王若水, 我觉得他为我做得特别好,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意志, 他是在上个学期我的课都已经完全结束之后主愿的, 然后呢是在新的寒假之后新的一轮的活动和学习开始之前去试的, 我觉得他他就是想着一点都不影响我。 您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 完成我的尼曼的联修, 然后回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 这是肯定的。 流亡海外的老新闻工作者, 原新观察杂志主编戈阳女士, 在美国纽约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说, 为民族,为和平,为自由而不得, 王若水他是76岁, 我为死比他大10岁, 我的希望在王若水身上, 王若水的希望在冯元身上, 就是一代一代地参加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